9名学生在山中冒险,却惨遭神秘不明生物杀害。 1959年的冬天,某座大学里的9个朋友相约在俄罗斯北部的乌拉山脉,展开为期16天的雪地荒野活动。 领队的是一个十分富有经验的登山行家,他们装备齐全,在1月28号从一个边区小村出发,在2月12号发送电报给家里报平安。 可知道2月18号,他们不仅没有回家,联系也是了无音讯,撤下他们的亲属终于慌了,组织了一场大型的搜救行动。 米卡尔的小队发现了一些雪橇留下的痕迹,他们一路跟踪,两天后在处毫无遮蔽的上坡上方,发现了学生们搭建的帐篷。 然而他们却发现学生并不在里面,而且帐篷也变得破破烂烂的,各种装备散了一地,好像被什么野兽袭击过。 这米卡尔等人心里生起一股不好的预感,毕竟能够让熟练的登山者放弃装备逃命,一定是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 救援队没有放弃,继续在雪地里搜寻,很快他们就发现了新的线索,这是一些杂乱无装的脚印,有些是光脚留下的,有些则穿着袜子。 脚印沿出去很远,大约有1.6千米,一直抵达森林的边缘。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条毛毯,然而就在搜救队员靠近查看时,却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内裤,这时他们才注意到,原来毛毯下面居然裹着两具尸体,他们并肩躺着,身体早已经被冻僵了。 根据后来的调查,这两具尸体正是失踪了学生中的两人,发现尸体后搜救队员十分不解,为什么他们会在雪地里一不避体,剩下的其他器皿学生又在何处? 噩耗传回去后,为了尽快找到剩下的奇迷学生,搜救行动进一步加强,许多志愿者也进入山区帮忙,终于在一天即将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发现学生帐篷和森林界限之间,也就是最初发现两具尸体的附近,有什么东西埋在雪下面,众人一起帮忙。 他们挖出了领队的尸体,同样已经被冻僵,很快在山坡上,幽默三百米的距离,又发现了一具男尸和女尸,三具尸体排成一列,相隔的距离,却好像是他们被身后追赶的生物一一追上并残忍杀害的一样。 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究竟遇到了什么东西,竟然会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以这样离奇的方式死亡? 一个作家间调查者亲自聊到这里研究这起案件,因为官方最后给出的死亡调查报告十分草率,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这种作家十分不满, 于是他联合一名求生专家,拿到现场解密,企图找出解开谜团的关键证据。 这是一起离奇的死亡案件,共有九名学生在雪地中被残忍杀害,而死因不明。 50年过去,凶手至今未被发现,甚至无法确定究竟是否是人类所为。 经过照片发现,学生搭建的帐篷被完全撕碎,而专家根据撕碎的痕迹推断,帐篷完全是学生们自己撕裂的,他们很可能是迫切地想冲出帐篷头走,而能让他们做出这样决定的,一定是被逼到的绝境。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举动呢? 专家发现,帐篷的顶端上有一些较小的水平切口,几乎和人的视线等高,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是他们为了观察外面的情况而刻意切出来的。 那么,他们又究竟看到了什么?能将他们吓成这个样子吗?为了探究真相,他们找到了最初发现尸体的地点。 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两个人曾经生过一堆篝火,这儿同样让专家和作者十分不解。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们,为什么不在森林里面,而是在外面生起一堆火呢?森林边缘的风会更大,这种火根本无法取暖。 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户外高手,专家不认为他们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专家猜测,可能追杀他们的动物已经先跑进了森林里,可是,经过法医的检查,在两人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咬痕或者抓痕,低温才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却不太像是野兽袭击的结果。 而在后面发现的三具尸体中,其中一个男士斯洛伯德的右拳有明显的伤痕,似乎有什么东西发生过搏斗,斯洛伯德的拳头同样有伤痕。 专家猜测,两人可能发生过斗殴,斯洛伯德的头部一侧遭到严重损伤,而女士面部同样有血迹,可能在伤前都经历过激烈的打斗。 经过调查深入,一起意外事件瞬间变成了杀人事件。 于是他们请来了重大事件的调查员伊凡诺夫。 伊凡诺夫接到消息后,打听到当地有一小只游牧民族在山脉偏远地带狩猎。 于是伊凡诺夫怀疑是迪亚特勒夫不小心将小队带到了这只游牧民族的领土里,结果被他们当成敌人攻击,最后死于非命。 很快伊凡诺夫找到了一些证据,比如有传闻说,迪亚特勒夫的个人日记里写到了他和游牧民族发生争执的事,但作家却不这样人类,因为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十分困苦。 如果真的是他们杀害了学生的话,那么满地便捷的装备他们不可能放过,而且这只游牧民族并非是什么残暴的民族,反而十分友善,甚至在搜救行动中还帮过忙,绝不可能犯下如此恶行。 随后伊凡诺夫也排除了游牧民族事案的可能性,而后来一个目击者告诉了伊凡诺夫新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在被莫斯科官方得知后,竟然强行终止了伊凡诺夫的调查。 据说很多人都发现了一个发光的囚体,那天是2月1号,就在山口的上方,尽管伊凡诺夫想继续调查,但碍于长官的命令,他不得不离开这里,而相关的档案也被列为了最高机密。 尤里人未放弃,坚持了20多年后,终于让被封印的档案得以重见天人。 在里面的一堆照片中,尤里发现了一张很奇怪的照片,照片上有奇怪的光,用显微镜检查后,发现是某些发光的物体,转高速朝地面坠落。 由于前苏联冷战局势紧张,曾经在这里建造过一个秘密军事基地,而军方的沉默,似乎也印证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这些学生会是被军方使用的秘密武器所不小心误杀的猛,直到后面,他们发现了剩下的四具尸体。 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猜想,不得不被纳住考虑,一群学生于雪地之中被离奇杀害。 在搜救行动展开后,五具尸体在诡异的情况下被发现,其中三人都有疏死拼搏的痕迹。 而最后四人却是在三个月后,积雪消融的时候被搜救队在一个小水塘里发现。 这四人死相恐怖,都是因为严重的内伤失血过多而死。 一人颅骨暴露在外,鼻骨断裂,有的眼球不见了,还断了五根肋骨,另一人浑身多出严重骨折。 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这个女孩。 法医检查后,发现女孩的舌头竟然被人摘了,在胃部发现了很多血迹。 这就表示,女孩是在生前被活生生拔下舌头的,最后死于剧烈疼痛和失血过多。 究竟是什么怪物,在力量上能够碾压三个成年战斗民族,又足以灵巧地拔下女孩的舌头。 官方对此含糊其词,只说学生们死于某种未知的力量。 50多年过去,学生的死亦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 好在尤里在50年后找到了新的证据,同样是在学生相机里找到的一张照片。 上面清晰地显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高大黑影出现在血地深处。 当时他所注视的方向,正是学生们所在的营地。 这个神秘生物究竟是什么?会是造成这一切的真凶吗? 动物学专家看过后表示,这个怪物体格相当健硕,有点像类人缘。 它弯药的姿势意味着它正准备捕食。 专家怀疑这张照片的真实程度,便送去给监视侦察员鉴定。 通过照片上的阴影和光线的折射,他判断这张照片是真实的。 而后在检查遇害学生们的遗物中,发现有一人在日记本中写道, 他们发现了血人存在的证据。 难道说这个神秘生物是传说中的血人? 就在50年后的西伯利亚,这里的一座偏远村庄传出了另一只怪异生物的证据。 据目击者的描述,这个怪物和遇害学生们拍摄到的怪物十分相似。 他们小心翼地跟着脚印往前走,每个脚印大约长40厘米,宽15到20厘米,一直跟到树林里。 男孩害怕地躲进怪物丛里,结果就在前方不远处,一个奇怪的黑影突然出现在少年手机的镜头里。 男孩本以为是只熊,可很快就发现,这个怪物脸上并没有毛,也没有熊掌。 前肢看起来和人的手很像,男孩想继续拍摄,然而怪物似乎发现了男孩。 这给男孩吓坏了,他们把腿就跑了,好在怪物并没有追上来。 一个动物学家分析后,人不相信血缘的存在,认为这可能是迷路的脚印。 因为迷路在奔跑时,总是前后体落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很容易造成大脚印。 而波尔采夫博士却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天气,地面上的血很软,很干,而脚印始终只有一行,这绝不是迷路能够办到的。 而且当地的村民也都十分淳朴,每天都为了生活忙碌奔波,不可能做这样的恶作剧。 而且视频里的怪物目凑一米八,而且还弯着腰,也根本不像是人甲般的。 因此,波尔采夫坚信这就是雪人,还亲自拜访了这座村庄,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雪人啃咬过的树木。 但这依旧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因为冬天里,其他的生物也会造成这样的齿痕。 可是这些树木的齿痕,距离地面都有两米左右的高度,显然不是一般动物能够达到的。 这样一来,似乎只有雪人能够解释这个神秘生物的身份。 波尔采夫研究了这类生物48年,他想起在发现雪人的地点,正是一千万年前,一种类人猿的发现地。 它们很符合雪人的特征,被称之为巨型猿猿。 它们长到三米多高,五百多公斤,强大的咬合力,能够轻易咬得动粗壮的树干。 可这种生物,早就在十万年前就绝种了。 那么难道是还有一部分幸存下来,而隐匿于乌拉山脉吗? 成像直到今天,依旧不为人知。 但1976年,美国加州就曾经捕捉到过类似巨型人员的画面,身高在2.1米左右,浑身是吗? 用双腿走路,我们不知道真相如何,但谁也无法完全肯定这些生物不存在。 相比较于这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人类的认知还是太少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不管你来或不来,娜娜每天都会为你赏好。